所以我們在規劃裡面 把自動門當成油煙的區隔 OK 可是在視覺上沒有阻斷 對 那這個天花板的話 其實在廚房 雖然廚房你做得比較簡潔俐落 但是也沒有忘記它 你還是給它它另外一個表情 對 因為所有人也都了解廚房 實際上它的油煙相對 比較多 對 比較多 那我們在天花板的規劃裡面 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用一些玻璃的材質 稍微做一下清理 實際上它的油煙是比較容易被擦濕掉的 而且就算你是用玻璃 你說你用比較簡潔的方法來做 它的切割的線條也都還是很漂亮的 那是一定要的 很講究的 緊接著呢 我們要帶各位看到的是 主臥室的天花板 這已經是我們在這個房子當中 看到第七種不一樣的天花板表情 是 獨一無二 沒錯 其實我們主臥室這次所選用的造型 這個造型從一開始所規劃 還有絲座 包括裡面所有的圖騰 斯瓦洛斯奇的水晶 都是由我們的團隊 親手一顆一顆釣上去的 所以你的團隊 也算是非常細心的一個團隊 其實要打從一進主臥室的門開始 你就會發現設計師非常多地方是細心 而且想要營造它的質感的氛圍 好比它這個入口的牆面 它的材質特別 然後搭上一盞紫紅色的燈 這個空間的氛圍就出來了 不會覺得它是一個轉角 然後你就忽略它了 沒錯 所有的轉角還有所有的細節 都是我們的規劃重點 那包括我們的主臥室入口門 它的材質 實際上它是牙耳一文 好 門片一推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空間當中就是很雅緻了 它用了一副字畫 字 然後來代表這個空間的入口端節 對 但是實際上這個字畫 它裡頭還有另外一個收納空間 它也是個門片就對了對不對 好厲害 現在我們站的這一塊空間 它本身就算是 這個主臥房當中的 一個小小的客廳起居室了 對 沒錯 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電視主牆面 現在大量的運用了這個黑烤玻璃 可是它整個反射出來 就覺得空間的效果 跟放大的感覺都出來了 是的